大家好,我是李小冰律师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案例 诈骗罪的司法观点 如何区分刑事诈骗罪和民事欺诈 我们今天的这个背后人是黄玉 他认识了杨超 然后说能够办理长城机场 接员工和旅客的这个运营车辆 先后三次拿了73万 但并没有去购买车辆 后杨超找他拿回了7万 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闹了矛盾 黄玉让杨超把剩下的66万全部拿走 杨超都到了黄玉的家里 但说只有本金就不拿钱 到同月的15号杨超先报案 21号黄玉被抓 被抓的当天给他办理了取报护审 去法院判决黄玉是诈骗罪 判10年黄玉上诉 市中院认为在案发前 黄玉还钱是杨超不要 案发后实际上已全部还钱 可以轻判并缓刑 改判黄玉三年 还期五年执行 但是因为是法定刑以下判决 要一层一层往上报到最高院核准 先承报到高院 高院核准 再承报到最高院 最高院不核准 发回区法院重审 区法院重新审理认为黄玉虽然占有了杨超的66万 但杨超一直没有找黄玉要回 在案发前黄玉要求还钱的时候 且账户里面还有70多万 这个是重点 黄玉账户里面有70多万 代表着黄玉有还款能力 说明黄玉当时在借钱的时候 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改判黄玉无罪 司法观点 民事欺诈 有的时候确实有虚构隐瞒编造理由 但战以后并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并不赖战和逃避 本质上属于民间借贷纠纷 不属于刑事诈骗罪